亚洲体坛最漂亮的十位女运动员 都有谁 今天带各位客观老爷们来领略一番 第十名乒乓球瓷娃娃 日本的福源爱 身高155厘米 体重46千克 1988年出生的福源爱是日本历史 上最年轻的国家队成员年仅12岁 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 是日本历史上参加奥运会最年轻的运动员 2007年 她赢得了奥地利公开赛的双大冠军 2011年参加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效力于广东队 2012年参加伦敦奥运会 获得女子乒乓球团体亚军 2016年参加第53届式乒乓球团体亚军 获得女子乒乓球团体亚军 2016年礼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第四名 2017年1月1日 福源爱与江洪节在台北举办结婚典礼 成为中国媳妇 第九名冰雪皇后韩国女孩金炎儿 身高164厘米 体重47千克 1990年出生的金炎儿是韩国花花 历史上第一位女单大满贯得主 曾获冬奥会式锦赛大奖赛 总决赛四大洲史青赛冠军 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第一位没有在 所有比赛中登上领奖台的女单选手 作为少有的能够成功驾驭 不同类型音乐的全能选手 她在冰场上以首屈一指的技术难度和 艺术表现力不断刷新花样滑冰的历史 她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SAS的国际亲善大使 长期赞助青少年花样滑冰运动员 并受邀带领哈佛大学的慈善花样滑冰之旅 第八名一体飞燕来自韩国的孙岩在 身高165厘米 体重38千克 孙岩在1994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韩国女子艺术体操运动员 孙岩在曾获得2010年广州 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铜牌 2014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第四名 2015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个人全能体操 团体操球力体操三枚金牌 201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艺术体操大奖赛上 他击败所有抢手获得两银两筒 同年获得里约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第四名 第七名 跳水流星来自中国的赵沁心 身高不详 体重不详 赵沁心1991年出生于上海中国跳水运动员 公认的中国跳水第一美女 快速崛起 但犹如流星坠落的选手 赵沁心2007年获得是运会女子全能冠军 随后又连续获得第十一届 全运会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 马德丽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 罗马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 本来是继合资之后的接班人 但是因为状态急剧下滑等原因 获得了多次参赛机会 但结果都不欢而散 他甚至在全国冠军赛中垫底 最后他不得已选择退役 第六名 如若无骨来自中国队赵敬南 身高168厘米 体重51公斤 赵敬南1995年出生于辽宁中国艺术体操运动员 2013年随辽宁队获得第十二届全运会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金牌辽宁队四连冠 2016年获得第八届亚洲艺术体操锦标赛第一名 2016年入选李约热内陆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 凭借外貌和冠军头衔完全 可以融入演艺圈的赵敬南 推移后选择回到校园继续学业 他在北京体育学院读研究生 凭借优异的成绩和漂亮的外表被授予消化 我订阅的发生 好兄弟 好兄弟 感谢观看